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好神 我是你们老朋友邱剑好 这个盘你们觉得很强 今天盘中我相信很多人在砍股票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觉得这个半年线守不住 但是你记得我昨天说什么吗 我昨天说如果来回撤半年线 其实我昨天就知道要回撤了 你知道吗 来我们看这里哦 今天开低走高对不对 开低走高 来你看这里杀这一段哦 这是来回撤半年线 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来半年线没有画出来 你注意看哦 这里这个低点是来回撤半年线 这条是五日线的 有一条半年线在这里 有走在这里 所以今天的盘哦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 我昨天跟你说的 我说回撤半年线是你买股票的机会 有没有 来今天我先来解这个盘之前 我先来跟你分析三档股票 很多人问的低档连电 你会发觉我之前说的话渐渐的 都发生了有没有 真的啊 我之前跟你说什么 我说台积电跟联电哦 台积电跟联电相比哦 你看台积电 人家台积电今天是收红的呢 可是联电今天是收黑呢 怎么会有这个落差 怎么会有这个落差 因为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说你要买台积电的你买不起 你会说老师那一张六十几万 我买联电就好了啊 因为两个做一样的嘛 对你这样说是没错 可是你要知道 人手一张的时候 他筹码就乱了 所以你会觉得今天台积电比较强 今天联电比较弱 就差别在这里 好不好就差别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你要长期投资可以 可以 这档是可以的好不好 来再来第二档 元泰 有人问这一档 这档今天很强对不对 可是你看哦 我把它缩小来看哦 我把它缩到最小 你注意看哦 他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看到 他创历史新高 而且今天还涨停板哦 来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量人 我觉得还OK啦 但是如果再上去哦 明天你注意看 你明天是注意看他的量 不是看他的价格 是看量哦 如果量 明天如果开高往上冲 他量不要放出来 这样这一档就不用担心 好不好 所以这一档要看明天 这档看明天好不好 来再来 第三档 有人问这一档 我觉得这一档不要碰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他量才400多张 他以往的量哦 你看哦 这档我认为他是标准的主力股 什么叫主力股 就是主力在玩的 没有法人 这样你懂吗 主力在玩的 主力跟赏户在玩的 那我跟你讲 你是赏户你就输定了 因为他涨的时候 他都会出量 这一档是标准的主力股 你看我把它缩小 我把它缩小 你会发现哦 他高档都是爆量 有没有 他高档都爆量 然后整理的时候都没量 有没有发现 整理的时候都没量 所以这一档我跟你讲 这档是标准的主力股 所以这一档 我觉得不要碰 好不好 你有这一档的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的 你不要买 这一档你有的赶快出 赶快出 因为这一档是主力在玩弄你的 这档会是主力在玩弄你 这样了解吗 来我今天我跟你说一件事 我今天推出一个新专案 先看这里 你注意看哦 这个右边这里是Liote 这中间是TG 这个是FB 好不好 右边这个Liote 我希望你们都会加入 因为这个可以互动 你盘中你可以跟我即时互动 好不好 你有股票问题 你也可以询问 在这里问 好不好 在这里问 来今天我推出一个新专案 注意看哦 这个状案叫正中红星 一箭双雕 你有玩过射飞标 有没有玩过 我说如果你有方法 你会正中红星 如果你有方法的话 但是如果你乱射的话 那个飞标拿来乱射 我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正中红星 你搞不好连那个靶 你都射不到 你搞不好连那个靶 你都射不到 来我说这个是现实优惠 现实的哦 所以你看这里 这里有一个8 有没有看到 我说它是倒数8天 所以代表说什么 这一个专案 我只推8天 好不好 你想把握的 你想把握的 什么叫正中红星 你有没有选股票 有没有正中红星过 我问你 你在选股票的时候 还是你是闭着眼睛乱射 还是你是你是闭着眼睛乱选 乱选一通 乱买一通 所以我之前跟你讲 我说你要有方法的 我之前跟你讲的方法 很简单 形态加上什么 筹码面 形态加筹码面 这样了解 来注意看 来这个 来再来 美股盘后 它这里说什么 人员冲突升级 人员冲突升级 FED亮英爪 所以昨天四大指数都跌 对不对 昨天四大指数都跌 来你觉得我们今天盘很强 为什么 因为被半年线撑住了 它被半年线撑住了 所以这个盘你不用担心 好不好 我说你听我了就对了 有时候看这个盘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一个叫做盘感 有一种叫做盘感 因为你看久了 你这个盘就有一定的盘感 所以这个盘你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今天会像你说的 回测半年线 然后再弹起来 为什么 我昨天是这样说的 我昨天解盘我跟你说 这盘要回测半年线再弹起来 回测半年线 所以你要买股票 我昨天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今天完全命中 我说有一种叫盘感 我看过几百种 几百上千种的盘 我看过很多遍了 所以我累积了这个经验到这里 所以我累积了这个经验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在看盘 你都没有在注意的 我跟你讲 你会没有那个盘感 你会这个盘涨 你去追 这个盘跌 你就杀 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跟你讲盘感很重要 经验 应该说是经验 经验很重要 好不好 所以你要学习 你要学习 怎么样累积经验 不是这个盘一天过一天就算了 不是你永远看我的节目 你永远不学习就算了 等到哪一天我没有上节目 那你怎么办 我问你 如果我退休去了 你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你不会做了 所以你不能在股市里 你不能依赖 永远依赖一个人 你永远依赖我 没有关系 因为我还在节目上 但是如果哪一天我不在呢 你怎么办 你却变个孤儿一样 你却像一个孤儿一样 来你注意看 来我说台股盘前 他说什么 量能没放大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重点 他说到重点了 来这个盘 我跟你解 我说这个盘 我在封关的时候 我说这个盘要上 记得吗 这个叫盘杆 我刚刚说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觉得盘杆比较适合用在这个词 因为这个盘看久了 这个盘看久了 我看过上百种盘 上千种 所以这个盘看久了 我会有一个盘杆 这个叫经验 这叫经验坛 所以你看这一支 这支大盘对不对 来你注意看 我说什么 我说这个盘 不管怎么走都会上 结果就真的上了 这个叫盘杆 这个就叫盘杆 你看上了之后 这一天 我为什么跟你预告风险 你会觉得很巧 隔天跌461点 我前一天跟你预告风险 怎么会那么巧 这个叫盘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说盘杆就好了 你看 我为什么会在隔天 大跌的前一天 闻到风险 怎么会这么巧 如果这一天 没有人跟你预告风险 你还不相信 真的有人可以看见未来 你还真的不相信 我这一天跟你预告 隔天会有风险 隔天跌461点 这个叫盘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来你注意看 再来这一天 我说这个要上 这个盘要上 所以你注意看 这里 刚刚是在这里 刚刚是在这里 刚是在这里 这一天记得吗 来你看 这一天 这个盘要涨 你看123又连涨三天 连涨三天之后 因为战争逆空打下来 对不对 你看这一根黑黑 出现之后 我是叫你买股票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我问你 来你看 就算这里再跌一段之后 一直到这一天 这一天 我再度跟你预告风险 我说今天我把股票清光 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3月14号这一天 我说今天我把股票清光 来隔天又跌300多点 怎么会这么巧啊 我问你 我偏偏每次都在大跌的前一天 跟你预告风险 为什么能够闻到隔天有风险 这个叫盘感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说这个叫盘感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没有的 你会 你会做的 做股票做的很痛苦 你这个盘 你会玩得很痛苦 你会觉得这里 没有豪神老师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会真的这样讲 所以你会依赖我 你会看我的节目 但是你不要一直依赖我 因为我刚刚说了 我说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呢 你怎么办 你就变孤儿了 没有人照顾你 该怎么办 所以我说你现在跟 这是时候 我刚刚说了 1加1现实专案 1加1现实优惠专案 这个是剩8天 我跟你现实 只有8天 倒数8天 今天是第8天 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你越早加入越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接下来 我已经买4只股票了 你听好 我已经买4只股票了 所以这4只股票 如果有表现就有你的份 所以你不要等到8天过后 你才来加入 搞不好4只都喷上去 那你就来不及了 这样你懂吗 这样你就来不及了 来再来你注意看 这一天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盘要上了 因为这里出现止跌讯号 再来呢 涨一天对不对 第二天继续涨 来到昨天 这是昨天啊 昨天我画什么 我说这里有一个半年线 这里有一条半年线 昨天直接开过去 有没有 但是这个半年线 你不用急 因为它会再下来测 它会今天会再下来测 所以你看哦 怎么会这么巧 怎么会这么巧 今天我昨天说的而已哦 我昨天说的话还是热的哦 你看我回车半年线 再买股票 这是我昨天说的哦 今天马上回车半年线 怎么会这么巧 我不知道啊 我说这个叫盘感 不然你好好怎么解释 来你看哦 我说回车半年线 赶紧买有题材的股票 有题材的啦 所以今天的量 我还是认为它不足 我还是认为它不足 所以这个盘根本没有攻击的味道 它根本没有要攻击 所以明天如果要涨 我跟你讲要出量 这个盘要出量 不然它一样会被打下来 因为上面有一条叫季线 这样你懂吗 上面有一条叫季线 这一条就是这一条啦 来我游标指的这一条 这条叫季线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回车半年线 你会觉得说 老师又被你说中了 我说这个叫盘感 来今天回车半年线又上去了 所以接下来这个盘要涨 我跟你讲这个盘要涨 要有量 这样你懂吗 要有量 来我说穷人跟富人的差别 在于你看不看见未来 如果你有看见未来能力 那我跟你讲 你就算你现在钱很少也没有关系 这样你懂吗 你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盘 如果你能够看见未来 你会像我一样 这一天 我能够看到隔天的风险 还有这一天 我可以看到隔天风险 如果你像我一样 你能看见未来的话 所以这些都是过去了 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解的是解未来 来所以这个盘我跟你说清楚了 这个盘如果要上 要上 这个量能非常重要 我说接下来要出量 这是我下面这里说的 接下来要出量 所以这个盘 我说如果你有看见未来能力 你就会像我一样 这个盘你会看得很清楚 那个叫透彻 看得很透彻 我说你来跟我 今天你加入 你把握这个一加一的专案 我给你四大保证 今天我给你四大保证 我说带你进 我一定带你出 持股绝对不会超过五党 节目上介绍的股票会员手中一定有 我跟你讲这三点 光这三点就好了 很多老师做不到 他带你进不带你出 他持股超过五党 他节目上讲的股票你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你来跟我 我给你这四大保证 带你进 我一定带你出 持股绝对不会超过五党 节目上介绍的股票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对不跟主力挂钩 来这是我给你保证 所以来接下来我给你解股票 我说这个盘我解完了 这个盘今天回色半年线很漂亮 很漂亮 可是他唯一的败笔是量又缩了 量又缩了 所以这个盘 他没有要攻击的味道 但是如果要攻击 我跟你讲量非常重要 量要出来 不然这个季线攻不上去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季线攻不上去 来再来 我先来跟你谈股票 来这一支谁 奇红 这支奇红对不对 这一天我买进涨停板 这一天创新高 结果我说什么 我到这一天 再创新高的时候 我叫你不要追了 有没有 这下面说你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有没有看到 这四个字 来结果呢 你们去追了之后 我说什么 我获利出场 我说我获利出场 因为你们追进去了 所以这支我不要了 来这一天3月2号 来一直等到3月9号 我再把它买回来 隔了七天 我再把它买回来 来又涨停 对不对 这一天买回 这一天就是3月9号了 这一天 3月9号 10号 11号这一天 连涨三天 来结果我做什么动作 我说这个 这一档 如果再上去 我就要出了 记得吗 来结果隔天 我出掉 我说这个叫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叫懂得你进的时候我给你 什么叫你进的时候我给你 你喜欢对不对 我让给你 我出货给你 不要说出货了 我丢给你好不好 我丢给你 所以这一天 我已经预告你了 这一天我把股票出清 就这一天 刚刚你看到大盘 对不对 记得吗 3月14号 那一天我把股票清光 隔天跌300多点 就是这一天 来所以说我说什么 我说成功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时间久了你也会致富 再来这一支谁 你们都知道林阳对不对 林阳又上去了 记得吗 我卖掉之后还会涨 我卖掉之后 我没有跟你说它不会涨 还会涨 因为它有题材 它有题材 我说它是车用加IC设计 加半导体 这是我说的当时 我这里我邀请你来加入 记得吗 来结果你有没有买 这一天我出掉了 这一天就21号 我把它出掉了 可是你看到 林阳到现在还在涨 它到现在还在涨 今天还创新高 今天盘中还创新高 所以昨天这样一根上去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这里就出掉了 好不好 我跟你诚实 我这里就出掉了 因为我换股操作 我要换股操作 好不好 我要换股操作 再来 这一支出了 对不对 这一支出了 出了之后呢 我换下一支有没有 这支新股一号 来今天我们连买四档 我到今天已经连买四档 注意看哦 这是一号对不对 来这一支是二号 我说它有什么 车用加IC设计加半导体 跟林阳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它是有看头的 有看头的 来这一档是车用加半导体 来第四档 我今天又买了一档资产股 我今天又买了一档资产股 所以这四档 来这四档 一二三四对不对 我说如果你想跟上的 我今天带你一起进场 明天啊 明天我直接拎着你一起进场 明天我拎着你一起进场 所以这四档 如果你想跟上的 如果说你没有要跟上 对不对 没关系啊 我说你有本事你去找出来 但是你注意天空 这都不是日线哦 这有可能是周线 有可能是月线 好不好 你自己去拆 你自己去找了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 来自己去找了 这四档 我说我给你一个机会 一加一现实优惠专案 你去加入 什么叫郑重宏心 我不是乱撤飞标哦 这四档哦 不是乱撤飞标的哦 这四档我是有方法 有方法去显出来的 有方法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有方法 你射飞标你会胜中宏心 你也会射中宏心 但是如果你没有方法 就好像你蒙着眼睛一样 你怎么射都射不中 所以你不要乱射一通 好不好 那个如果被你射中 那只是侥幸 那只是侥幸的 来 所以说这四档 我希望你们赶快跟上 来 我说资深不等于专业 什么叫专业 在股市里 你不要跟我说 你做了一二十年 那没有用 我直接问你一句 一句直白的话 你有没有赚钱 如果你跟我说没有 你做一二十年 又有什么用 那个只是叫资深 没有所谓的资深 在股市里只有输家跟赢家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你要靠的是什么 专业 你要靠专业才行 来什么叫主力筹码 我说你要认识主力 你要把主力抓出来 你才能知道他的筹码 你要知道筹码 你才能知道这档股票可不可以买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来 我说筹码面 基本面 筹码面摆第一 基本面第二 技术面是最后 技术面最后 因为技术面是主力做出来的 真的我没有骗你 主力做出来的 来 再看一次 我说我给你这个一加一 今天郑重红星一键双雕专案 一加一的现实优惠专案 我只倒数八天了 我希望你赶快跟上 因为那四档股票 如果说这八天之内喷上去 你等到第八天来加入有什么意义 我问你有什么意义 来 再来 我说我再说一次 我说如果你来跟我的 我给你四大保证 我带你进 一定带你出 持股绝对不会超过五档 节目上介绍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对不跟主力挂钩 来 再看一次 你注意看 我说这个最右边 这个是Lite 你可以去加入 好不好 你可以去加入 今天不管 我说如果你想询问路会的 也可以 这里去加入 或者你直接拨电话进来 或者你直接拨 因为这里这个Lite 是可以互动的 好不好 是可以互动的 来 你注意看 我说这里有电话 下面有咨询专线 我说如果你对这个 这个优惠专案有兴趣的 来 下面优惠专案 我下面那个 专线我念一次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仙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顶 词咦